国民党的选前职业造势活动 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率先上台致辞 他表示星期六的投票日就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呼吁民众票投国民党 我们手中的一票要来决定台湾的命运 如果选错的人走错了路 必然就会带来战争的威胁 大家说对不对 王金平表示八年来台湾人受够了要什么缺什么官商勾结 八年给民进党很多时间 时间已经够长 做不好就该下台 王金平呼吁台湾要赢 人民的盼望要实现 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一心一意集中选票 投给会当选能够完成政党轮替的侯兆沛 他也期盼立法院过半 呼吁民众全力支持国民党提名的立委候选人 共产党提名的蜡野原则 了解 答案 五年 探索 回 rhymes